为国劫我妹投掷公安 连日来 众将群情激愤 将军们都纷纷向我请战 说荆州空虚 想让我请你攻打荆州 你看如何 主公也知军心之所向了 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 哎 攻击严重了 我和紫敬前来 就是和你商量战和大忌 话说周玉牌的夫人又折兵 再次吐血三声 引得孙权赶紧前来探望 并询问下一步攻防计划 我觉得 玉城大使不能义气象征 更无需计较 玉城一地之则是 说得好 说得好啊 周玉建议东武向徐昌上表 受刘备为荆州目 以加强双方联盟 殊不知孙权早有此意 周玉继续分析 既然荆州要不回来 不如痛痛快快地给他 以示诚意 进一步加强孙流联盟的团结 让曹操不敢再打江东的主意 如此一来 还能麻痹刘备 让他们以为我们是真的愿意与他结盟 从而找寻新的斩绩 正是 好 今日我等君臣文武上下一心 所见掠土 日后我将冬必将会大改鸿图啊 哈哈哈哈 孙权打得如意算盘 刘备也是心花怒放 孙权向许长上表彰 请朝廷收我回京州 你这个妹夫的不辞而别 人家非但不生气 反而送了这么厚的一份价格 好兄弟 好气负 哈哈哈哈 大哥 曹操同意了 曹操同意了 可是曹操却很不开心 你们两家亲密如见 我还怎么过江 所以他给刘备荆周牧 去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 成普为江夏太守 如此一来 就看你们这道赵敏街还是不接 没有 曹操一到赵敏 又把皮球给踢了回来 这下子东吴又陷入了纠结 鲁肃对此很郁闷 周瑜却表示 这或许也是一个奇迹 既然曹操这么着想让我们闹他 不如我们继续讨要荆州 让刘备攻取西川 这本就是他们前面答应过的 对 自居现在主攻首领 刘备主个量 皆已划压 等到他们取了西川 再放着荆州不还 我们就有了出兵的借口 鲁肃却表示西川遥远 荆州政治发展之际 他们肯定会寻找托辞 这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但是鲁肃却担心 东吴出兵打西川 耗费钱量无数 到头来反而给刘备做假衣 这比买卖不划算啊 其实这并不是周瑜的本意 他的目的就是借到荆州 明面上逝去西川 暗地里放松诸葛亮等人的警惕 借机拿下荆州 可是这一步计划 在鲁肃看来过于凶险 万一操作不到 将会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 但是周瑜的执念 却让他夜不能内 如不能拿下荆州 将是他一生的污点 看着周瑜如此坚决 鲁肃也只能硬着头皮配合 所以又一次来到了荆州 准备实施周瑜的计划 只是这一次诸葛亮的回答 却并没有按照周瑜的预想去走 那么他又该如何应对